你听过中国第一巨人暴喜顺的传奇故事吗? 今天带你来了解一下 暴喜顺身高2.36米 被称为中国第一巨人 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吸引大量的目光 他的手掌大如菩萨 由于身材巨大 基本买不到合适的衣服 所以一直到40岁 都是妈妈为他定制衣服 暴喜顺做一身衣服需要5米布 是一般人的两倍 其实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也是正常的孩子 到了15岁 身高开始疯涨 长到了1.89米 到了20岁那年 已经有2.1米了 暴喜顺从小没念过几年书 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了 家里生活条件很艰苦 因为个子高饭量大 经常吃不饱饭 但是暴喜顺从小就非常懂事 从不和爸爸妈妈叫苦 很早就出去帮家里干活挣钱 他什么活都干 给村里盖房子 去外面修路 因为身高巨大 做起摸高的工作也是得心应手 由于常年在外干活 经常睡在外面 20岁那年 喜顺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为了给喜顺看病 家里特意卖了一头羊 爸爸带喜顺到沈阳看病 走在街上 被沈阳军区的一个教练正好碰到 教练被喜顺巨大的身高吸引 希望他能留在沈阳打篮球 还承诺免费为他治病 就这样喜顺参军了 在沈阳军区一边进行篮球训练 一边治疗疾病关节炎 但是喜顺的腿伤 根本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 在外的两年尽管喜顺很努力 可还是无法达到训练的要求 同时背井离乡 他很想念家乡的亲人 于是忍痛决定离开沈阳 回到了草原的家 回到家已经23岁 到了农村谈婚论嫁的年纪 家里人开始频繁地给喜顺安排相亲 但是见了几个姑娘 都觉得喜顺身高实在太高了 生活很是不便 都拒绝继续交往 频频相亲失败 让喜顺变得自卑起来 他意识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异样 他开始害怕与外界接触 从此以后 他便很少出门了 就连附近的集市都没有去过 喜顺40岁那年 母亲去世了 这对喜顺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妈妈生前最疼爱喜顺 临终前 妈妈特意为了做了很多的棉鞋和棉衣 嘱咐她留着以后穿 喜顺明白 妈妈是怕她去世后 再也没有人给喜顺做衣服了 妈妈最大的心愿 就是喜顺能早日找到能给她做衣服的人 星星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喜顺的一生 星星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 火锅店开业庆典期间 星星找来报喜顺 想让她帮忙做10天的宣传 报喜顺刚开始是拒绝的 她不喜欢见人 她害怕别人不接纳她 对她说三道四 在星星的再三鼓励下 报喜顺最终还是同意了 报喜顺穿上了定制的宣传服装 在火锅店门前做开业宣传 巨人的身高为火锅店 招来了络绎不绝的人气 顾客举起手机 纷纷为报喜顺拍照 她们羡慕的眼神 让报喜顺开始敢于和别人交流 不再害怕别人的不喜欢 对顾客的合照需求 报喜顺也是有求必应 10天的火锅店宣传生活 让报喜顺彻底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 也彻底改变了报喜顺的一生 回到家继续过上慕名生活的报喜顺 已经喜欢上了热闹的生活 在家待了几天就待不住了 她主动联系星星 问是否还有宣传的活干 这一次星星当即决定 聘请报喜顺做火锅店的形象大使 每天在店里负责火锅店的宣传 巨人的身高加上和善的性格 报喜顺收获了一大批客流量 许多人慕名前来 一睹报喜顺的真实面目 此时星星为报喜顺申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吉尼斯世界记录组织者 为报喜顺做了详尽的体检过后 确认了报喜顺的身高位2.361米 并且确认了这一世界第一自然生长记录 报喜顺在吉尼斯总部英国伦敦接受这一殊荣 成为我国参加吉尼斯总部全球活动的第一人 从此以后报喜顺受到了各大网站的关注 他们纷纷邀约报喜顺接受采访 参加节目 他还受邀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坐上家常的礼宾车很是气派 在一次采访中 报喜顺和记者说道 母亲去世后 自己现在的梦想就是想让父亲生活得更好 要努力赚钱给父亲盖一间新房子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报社决定帮助报喜顺完成心愿 报社及家乡的好心人共出资15万元 为报喜顺专门建造了巨人之家 这让报喜顺一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 经过朋友的介绍 报喜顺认识了比自己小27岁的夏淑娟 夏淑娟不嫌弃报喜顺的巨人身高 也不怕别人的异样眼光 报喜顺很重义这个温柔贤惠的女子 俩人很快谈起了恋爱 相处一段时间后 俩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时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内蒙古婚礼 当年还被评为年度最具特色的婚礼 婚后二人生活幸福美满 夏淑娟很快怀孕了 在医院检查 医生再三劝阻 喜顺年进花甲 身体患有疾病 不建议保留孩子 可是夏淑娟执意要给报喜顺留后 九个月后他们剖腹产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八斤四两 身体健康 是上天赐予两人最好的礼物 报喜顺为他起名 报天佑 愿上天一直保佑儿子 平安健康度过一生 如今喜顺的儿子已经15岁了 遗传了爸爸的基因 正知青春期的他 身高已经突破了1米7 但是身体健康 没有其他异常 喜顺和妻子在采访时表示 他们准备相应国家政策 计划要二胎 凑成好字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的生活更加美满 回顾喜顺的一生 前半程过得很艰辛痛苦 但是喜顺勇于接受挑战 改变现状 在贵人来临的时候 他能把握机会 利用自己的特长 改写命运 用乐观坚强的态度面对生活 不顾不自封 不怨天由人 最终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大红大紫之后 报喜顺保持清醒 选择性地接受采访 不利用商业迷失自己 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看待生活中的挫折与痛苦 通过努力终将迎来光明与幸福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